大家好,我是马脆小胖 好了,今天要给你们看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块料子 你看看这块 这块是典型的这种黄甲绿 正经的黄甲绿是黄绿所相交接 第二个,这种黄光灯是什么 显种不显色 这个位置他们看到有个蛋面了 而且这个的话虽然是高腰皮的一个颜色 但是它的色都浸到里面了 它能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大斑顿 而且这个斑顿的话是非常漂亮的 看到了吗 这边还有个黄雾层 老板娘这多少钱 这个的话还可以聊一聊 整个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有喜欢DMI的,有喜欢定制的 马脆,找小块 而且你看这边位置 它还有一个沁色 切开以后没准绿还会往下再走一走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薄性的一块料子 这个位置,你看这个位置色深了 有可能切开以后里面的色还会往里进去 知道吧 完了咱们再看一下 像这种料子啊 这种料子就是非常有特色了 这种料子有人给过加吗 这个给过十万 给过十万块钱啊 这是一份 什么是一份啊 就是两片 你看到多少 到时候你给它多少 这份料的话是十万的话 你看哈 它这种的话就是典型的这种高腰皮的色 它这种应该是开开以后顶上都是色 色的话你看嘛 这种色的话是很艳的看到了吗 这是黄光灯啊 它是显肿不显色 知道吗 这种色的话是很艳的 但是缺点是什么呢 你看这种色上面有微微的什么 这种的话就是黑无纱皮的一个点 一个特点 它的话就会有黑色的点的进入 而这一片就会好很多 这片色是非常洋的 这种情况下你看它画过 就是有人想拿它取一个带丝绿的片后 但是没动 今天带你们来到这儿 看了一下咱们丝绘的特色的片料 完了以后呢 后续的话 我带你继续看见丝绘的雕刻大师 接洋的雕刻大师 关注满推 关注小拍 不一样的翡翠知识 不一样的翡翠经历 不一样的选择方式 关注我 马老过 乖子 认识小拍 关注小拍